大家好,我是赵爽 今天我们来一起认识一下 成长陪伴系列模型 尖角龙粘尼 尖角龙是一种 非常著名的角龙类恐龙 而且尖角龙也是我们最熟悉的 了解最多的角龙类之一 因为这种活跃于 北美洲的恐龙 尤其是在加拿大 我们曾经发现过 大量的尖角龙化石 在加拿大的阿尔伯塔 曾经发现过上千具尖角龙 以及其他很多恐龙 混杂在一起的这样一个古床 里边有大量的尖角龙标本 因此我们对这种恐龙非常了解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在创作这个尖角龙粘尼的时候 我们用到的一些科学上的信息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整个的身体结构 因为发现了大量的尖角龙的化石 因此我们对尖角龙的身体复原 是一个比较容易的工作 通过对大量的化石进行组装 我们分析出它整个的身体结构 大概像这样 尖角龙的头盾由于比较短 它并不像三角龙或者开角龙那样 拥有非常夸张的大型头盾 因此它的头看起来略微的要小一些 看起来跟身体的比例要小一些 而且由于尖角龙类恐龙 它是比较原始的物种 它并不像三角龙或者是开角龙那样特化 因此它的尾巴看上去也比较长 然后它的身体并不像很多后期的角龙类那样紧凑 身体也是比较宽阔的这样一个状态 另外就是它的后肢比较长 然后前肢是比较短 它的后背过去的复原 会把这个脊椎给它组装成比直的样子 比较直的样子 但是现在我们一般倾向于 它的骨盆是一个向下倾斜的这样一个状态 而且一些标本显示出 在骨盆以及后背 甚至有可能是尾巴上 都连有一些骨化的金键 这种基键是像这种交叉式的排列 一直延伸到它的整个背部以及尾巴上 这种结构在一些恐龙里边 尤其是数字恐龙里边 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结构 这样的结构会帮助恐龙支撑起整个后背 让它的尾巴不至于垂下来 然后让它的整个身体更加的结实 它们彼此之间是交叉排列 因此在皮肤下面可以进行小范围的滑动 这样它在摆动身体的时候 不会受特别大的影响 虽然它还会限制尾巴的摆动的幅度 但是依然能够让尾巴进行摆动 就不至于锁死像过去认为的像鱼竿一样 如果从顶面看它的尾巴 这个模型展示的就是它尾巴摆动的一个幅度 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状态 此外尖角龙由于保存了非常好的化石 我们也可以相对准确地复原它的肌肉结构 就比如最醒目的就是 角龙里都有非常大的三角形的大腿 这个从它的化石上可以看到 尖角龙的骨盆并不像三角龙的骨盆宽得那么夸张 它还是一个比较窄的一个状态 它的骨盆前端两侧是向内凹陷 然后中间在这个位置有一个凸起 然后后边继续凹陷 这就把它的大腿上的肌肉分成了前后两种 分别是负责向前抬腿和向后踢腿的 这样两种动作的这个两大肚肌肉 从这个骨盆侧面的S型 我们也可以很准确地复原出 它肌肉大致的脉络 以这个为起始点 它的腿的前方会有几组肌肉 连到腿的前方 这样的肌肉再分成几组 然后负责控制各个方向 这个肌肉一直包到它的膝盖上 然后在它的后方 在这个骨盆后方 它的骨盆非常的宽 在这后方主要有一组肌肉连接到腿的背面 同时有一组肌肉斜向下 连到小腿上 负责把这个腿向上拉 然后另外在它的小腿上 同样可以观察到它肌肉附着的痕迹 侧面有比较宽大的肌肉 一直连到跟腱上 像这样 然后同时 侧面还有两组肌肉 绕过它的脚踝 它的脚踝的位置在这里 绕过它的脚踝 然后一直连接到它的脚上 然后此外就是前方的肌肉 从侧面观察 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它腿部整个肌肉的大致结构 以运作方式 这也给我们在复原肩脚龙的时候 提供了很大的科学素材 就比如这里体现的 就是它小腿的肌肉的分布 然后在大腿的位置 此外就是肌脚龙最著名的 也是脚龙类最容易识别的 就是它的头部 这具化石 就是我们的肌脚龙詹尼 它的参考原型 来自美国在历史博物馆的 编号为AMNH5239的 这样一个标本 这个标本非常的有特色 首先我们看 它有一个笔角 一般我们用中文说肩脚龙 非常容易误解的是 以为是以这个笔角命的名 其实并不是这样 肩脚龙如果按照原意来说 它的原意指的是这一部分 指的是盾上的这个小的刺 其实如果准确说应该叫尖角龙 它指的是这个尖角 因为最早发现这种恐龙的时候 并没有发现它的笔角 只发现了它的头顿的这一部分 之所以说 5239这个标本 笔角奇特 就是它 有一个著名的特征 就是它的笔角是向前弯的 加拿大发现了大量的 这个尖角龙的化石 也包括这一具 这具也是出闪于加拿大的 然后尖角龙的很多头骨 都显示出不同的这个角的样子 有一些比较非常的短 大概是这样 只有这么大 然后有一些是向后弯的 然后有一些是就像它 是向前弯的 5239这个标本 还有一个特征 就是在它眼睛上方 眉毛的这个位置 两个眼睛上各有一个 像三角形的这样一个凸起 这个凸起 也是在很多标本中 都形式各异 可以说大多数的尖角龙 这里都没有凸起 然后有一些标本 这个凸起形成了一个短的额角 然后像这个标本 就是显示出 像一团褶皱的这样一个样子 此外就是这个标本 也保留了它顿上非常著名的 这个向前弯曲的 这个顿边的装饰 但是很可惜只保留了一侧 另外一侧如果进行复原 它的根部在这里 进行复原大概是到这个位置 大概是有这么大 然后表面有很多 纵向的凹槽 顿上这个肩脚 跟前边的脚 上面表面质地非常的不同 看起来它并不像是 向外延伸得很长的那种脚 有可能只是简单地包着一层角质 大概是这个样子 活着的时候大概是包着一圈角质 因为它向下弯曲 如果再长的话 会与面部的骨头冲突 因此它有可能不会长得太长 这个向下弯曲的感觉 就有点像今天野猪的獠牙一样 如果长得过长 可能会插到自己的身体里 脱了这些头骨 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 也可以得到很大的信息 所以我们这是在复原尖角龙的时候 第一步就是完全还原了这个头骨的特征 此外 我们通过对现在 对这个古生物学的研究 对这些细节 进行了逐一分析 首先我们看它这个笔角 笔角首先毋庸置疑是向前延伸的 但是这个笔角 只是里边的骨心就像猫的爪子一样 在内部有一个骨头 但是活着的时候 外边还会有一个更长的角质像 这个角质像向前延伸的话 大概是有这么长 看起来要比骨头要长很多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复原这个头部的时候 这个笔角看上去要更长 然后此外 在这个化石的眼睛上方肿块的表面上 你可以看到很多脱凹不平的结构 这种脱凹不平的结构 尤其是这种欧潮 一般这种带有条纹的结构 出现在头骨上 通常它的结构是用来附着角质物 因此在这个位置活着的时候 有可能也附着着 类似角质的这种结构 就像这个笔角一样 而且很多其他的尖叫龙头骨 也发现了这个位置 确实有类似角的结构 因此我们在复原这个粘迷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眼睛上方 我们把它复原成了类似短角的 比较锋利的一个角质的样子 这个角质并不止出现在这个眼睛上方 这个是头骨另一侧的眼睛 这个是这一侧的 大概在这个位置 当然不止出现在上方 如果你仔细观察 你会发现这个眼睛前方 这个区域也拥有同样的结构 表面也是脱凹不平的 然后向后一直延伸到这里 这一部分也是同样具有 这种粗糙的表面 因此像很多其他角龙类一样 我们在复原的时候 采取的这个观点是 它的眼眶周围都被 大型的角质物所包裹 活着的时候就是 大概这个范围之内 整个眼眶都是被角质物所保护起来 另外同样的 在这个颧骨的这个位置 有一个很清晰的界限 大概在这里 你可以看到这个表面 也是同样具有这种附着角质的纹理 所以活着的时候 这里有一个颧骨脚 这是非常好识别的部分 然后头顿上这个就更明显了 5239这个标本 非常清晰地保留了 这个角质部分 与其他部分的界限 就是这个肩脚与这个身体 其他部分的界限 尤其是后边这几个大的 因此你在做复原的时候 就非常容易地 识别出这个角质 它到底连接在哪里 除了头顿上这些装饰物 另外一个就不得不提的 就是角龙类的一个 非常著名的特征 就是它的慧 角龙具有像鸟类一样的慧 而且这个慧 也从化石上 可以非常好的保留 你可以看到这个慧的 前上额骨的 稳端的部分 也是同样具有 大量的这种粗糙的结构 而且这里有一条界限 与这个头骨其他部分 非常的清晰地区隔开来 大概在这里 这条线 所以我们通过这个头骨 就可以清晰地知道 它的角质的部分 是沿着这一颗区域生长的 而且活着的时候 这个角质会 会向下延伸 因此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 会把这个角质的会 复原到 这样一个范围 除了这个会的位置之外 你可以看到 在会跟 比较之间的 这一块区域 同样也有一块 布满褶皱的区域 就在这里 这个位置表面 也是脱凹不平 布满着褶皱 而且这个区域 我们在做复原的时候 也给它复原成了一块 比较大的 这个一整块的 类似龟壳质感的 这种角质的结构 然后说到这个盾 值得注意的就是 它的头盾结构 我们知道角龙类的盾 是由两部分组成的 一个是侧面的领骨 还有顶部的顶骨 通常很多角龙 它的这个表面形状 是非常顺滑地延伸过去的 是一个整体 但是尖角龙5239这个标本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就是它的顶骨跟领骨之间 明显的可以看到 是两个部分 分成两块 在这个位置是有一个凹陷 它的头盾的特征 是类似蝴蝶翅膀的 这样一个形状 这种形状在 近些年来发现的 这个墨丘利角龙身上 非常明显 墨丘利角龙 同样也具有一个 向外延伸的领骨 而且它的那个领骨 更为夸张 就像一个小手一样伸出来 还有一点就是它的鼻孔 尖角龙的鼻孔非常的大 这个只说头骨的部分 它的头骨部分的鼻孔范围 可以看到这么大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 这个恐龙在复原的时候 一般我们倾向于把它鼻孔复原靠近下方的这个位置 大概在这里 靠近下方 然后开口是这个形状 有几个这个生物学上的特征 一个就是它会防止下雨的时候 从上方有雨水 或者是淋到水之后 有水枪到鼻孔里 另外一个就是在这个位置会增大鼻腔 你可以想象如果鼻孔在这个位置 空气就直接进到这个内部去了 如果在这里空气会在这个区域里形成一个气势 这样的话 这个鼻腔结构会让恐龙首先对这个气味会特别敏感 另外也会在呼吸空气的时候 让那个空气得到更好的过滤以及加湿 此外就是它的眼睛 我们在复原眼睛的时候 一般是用这样的手段 就比如从这个标本上来看 我们知道它的眼窝有这么大 然后在角龙类的身上 虽然化石并没有保存下来 但实际上在这个眼眶里边 有一圈如果保存完好的化石 会有一圈拱膜环 拱膜环的大概范围有这么大 但是它眼睛实际上开孔的范围 就是我们看到动物活体眼睛的时候 并不是能看到这么大的眼睛 它眼睛眼珠暴露在外的区域就只有这么大 因此我们今天知道的这样一个恐龙身上 也帮助我们复原恐龙的时候知道它眼睛的具体大小 就像这个模型展示的一样 它的眼睛实际上是非常小非常圆的一个样子 就在这个眼眶里边 我们回到这个尖角龙的头盾 如果从上方观察尖角龙头盾上方的这个尖角的部分 最著名的就是它上方的六根也就是三顿 首先是这个顿最上方的两组 一个是向外有一个非常大的三角形 可惜这个标本上缺失了 就在这个区域有一个非常大的三角形的这个尖刺 然后另外还有两个向内勾着的 就是保留的这一对 但是这个标本上也有破损 是向内卷曲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就是刚才提到的向下垂的这一组 这也是尖角龙非常非常好识别的一个特征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尖角龙的皮肤 尖角龙保留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皮肤化石 而且这个化石发现得非常早 大概在1921年的时候 有一个编号为AMNH5427的这样一个标本 保留了一大块身体侧面区域的一块皮肤化石 这个皮肤化石显现出一种非常细腻的一个表皮结构 就像这样 这里有一个实物大小的一个样子 这就是尖角龙的这个皮肤化石 因为它发现得非常早 因此很多人当时对这个恐龙进行复原 也是主要参考这个皮肤 包括在三角龙皮肤发现之前 人们也是用这种皮肤的纹理去复原三角龙了 尖角龙的皮肤显示出 它是有接近一厘米宽的或者五毫米宽的 这种非常非常细密的这种鳞片构成的皮肤 表面非常光滑 然后在这些皮肤中保留了一些 就比如这一块里边就保留了一块 硬密大小的这样一个大型的鳞甲 而且这个鳞甲周围围绕着一圈小的甲片 然后周围的甲片排列都是这样延伸的 我们在这个尖角龙的模型上也有所体现 就是在它的表面整体 塑造成了这种等比率缩小的这种鳞片的样子 然后在这些鳞片之间有一些这种大型的鳞片 但是这些大鳞片它的排列方式 我们推测它有可能是像这样 没有规律地分布在身体周围 虽然这个皮肤化石是保留了这一块 但不可能全身就只有这一块 因此它肯定是在周围排列的 通过对其他古龙认识 就比如石肉牛龙 以及比如开角龙或者是三角龙的皮肤 我们知道大的鳞片往往是在身体上 无规则排列的 就类似这个样子 尖角龙的皮肤就与三角龙非常的不同 它是非常细腻 后来人们发现的三角龙皮肤大概长这个样子 三角龙就具有非常非常夸张的这种大型的鳞片 一般鳞片都有鸡蛋大小 比较大的鳞片有人的拳头大小 而且中间有比较大型的这种凸起 这个凸起曾经认为是有羽毛从这里生长出来 但是现在一般还是持保留态度 但是尖角龙的这个大的鳞片是比较平整的 它并不具有小的颗粒凸起 而且它并不像很多其他恐龙一样 就比如像甲龙那样 是向外凸起的这样一个理由 画石显示出就是一个比较平的结构 因此我们在复原这个尖角龙皮肤的时候 也把它复原成了像硬币一样的平面的效果 接下来我们将用绘画的方式来逐一的讲述一下 这个尖角龙粘泥的这个复原过程 首先我们看它的头部 它的头部相对来说是比较短 它有一个比较短小的这样一个头顿 然后头顿上有很多凸起 然后它的口鼻部分 其实是并不像三角龙那样比较狭窄 是一种比较宽的比较圆的这样一个样子 然后我们参考的这个标本 脚是向前伸的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脚 先从它的脚说起 它的脚化石上只保留了这么长 它脚的根部在这里 但实际上我们知道要向前再延伸一部分 顺着它的方向 我们可以再向前延伸一部分 就像这个样子 然后脚的表面 实际上是一种脚质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现在通常认为 就是脚龙的 在脚的根部 可能会有一些生长的纹理 就像这个模型上也展示了这一点 然后在它脚的前方向下的部分 我们这个区域有一块粗糙的骨头 然后这个骨头的表面有可能也是具有脚质结构 然后再向下就是它的脚质绘 它的绘 具有脚质的部分 大概有这么大的一个范围 如果从化石上看 它只有这么大 但是活着的时候 它会向下延伸 延伸到这个范围 然后到这个范围截止 也就是说 这个会脚质的部分就只有这样 像海龟那样 然后再往后就是与面目平复相连 然后这里是它会上方的界限 也就是它鼻孔的边缘 然后它的鼻孔在活着的时候 开口的位置可能向下 大概在这里 然后这个会的表面 可能也有一些这种生长的痕迹 然后下颗也是一样 它的会的内侧有一个 上颗的会内侧有一个凹陷 下颗的会 如果加上角质结构的话 正好插进去 在它闭上嘴的时候 正好插到上颗的这个凹洞里 从化石上可以看到 它下颗的界限大概在这里 此外就是关于它嘴唇的部分 过去脚龙类一直我们认为 它是具有面颊的 因为它的头骨两面 就是牙齿的部分是相对凹陷的 这样如果有面颊的话 刚好有个巨大的孔洞 但是现在我们通过对肌肉分析 我们知道实际上它的肌肉 是连接在下颗骨上 然后斜插进颧骨这里 这里有一个孔洞 斜插进这个孔洞里 一直延伸向后延伸到头顿的这个位置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实际上如果肌肉向后延伸的话 并不是像以前推测的上下连接的话 那么它具有相当大的口律 半张嘴的时候肌肉大概连接到这里 然后就导致前半截这个部分可能是像蜥蜴一样 是具有这种情况的嘴唇 然后这里是它的颧骨 然后颧骨的末端 在这个位置有一个颧骨脚 这里也是比较粗糙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颧骨的后方 耳朵可能藏在颧骨后方 就是裂孔的后方 然后它的嘴巴的边缘 可能就像类似蜥一样的这种嘴唇结构 通过下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牙齿 上颌如果脏嘴的时候 可能被上嘴唇完全覆盖 然后就是它的下呢 延伸到后边 它的下颌关节非常的靠前 大概在这个位置 所以它的下颌比较短 就是这个模型呈现的这个样子 下颌是比较短的 并不像很多其他恐龙一样 下颌一般都会向后藏住一截了 尖角龙并不是这样 然后另外就是它的眼睛 它的眼窝大概范围在这里 然后骨膜环如果到这么大的话 它的眼睛实际上开孔 看到的它眼睛就这么大 然后在它的眼睛周围 眼眶的部分有一层角质 然后在眼睛上方 有一个类似短额角的这样一个角质结构 是一个三角形的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就是它头盾 它头盾首先是它的领骨 它的领骨并不是一个跟顶骨延伸过去的 它是一个像蝴蝶翅膀一样的 相会张开的一个半圆形 上边就有五个小小的尖刺 它的尖刺根部大概在这里 我们从这个化石上 可以清晰地看到它的根部在这里 加上角质的话 这些尖刺要比实际上 化石呈现的要更加大一些 更加锐利一些 领骨上的部分 整体看这个刺都比较小 接下来就是顶骨的部分 顶骨的部分这个尖刺一般都是比较大 顶骨向上 共有齐对这个尖刺 这些尖刺明显要看上去比领骨上的大很多 尤其是靠近上方的这个位置 从侧面角度观察可能看起来不是很大 但是如果从正面观察 它应该是非常大型的一个尖刺 然后就是它垂下来的这个非常著名的这个尖刺 这个刺 但是严格说它并不算是刺 它应该不是非常的接力 因为如果过于接力的话 如果向下卷曲可能会插进它的头部 接着就是向内侧有两个卷曲的 这样一个尖角 就像这个模型呈现的这个样子 然后它的头顿上在这个区域有一个比较大的孔洞 这个部分活着的时候被软组织覆盖 所以有可能这样一个孔洞结构 在活着的时候是一种装饰性的一种结构 因此我们在做模型的时候把它涂成了跟身体颜色区别比较大的鲜艳的蓝色 然后就是向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脖子比较粗壮 然后它有壮硕的这样的身体 它有比较壮硕的身体 然后骨盆略微向下倾斜 然后通过骨盆的形状 我们知道它的大腿上有非常结实的肌肉 就像这样 然后它的小腿也是肌肉非常的发展 然后这也是它的脚踝 另外就是前方 它的肩胛骨 肩胛骨的轮廓本身在这里 但是肩胛骨的前方有大量的肌肉连接在脖子上 肩胛骨的后方也有肌肉连接在后背上 肩胛骨的肩胛骨的肩胛骨 然后在这里是它的前肢 前脚龙的前肢虽然短但是比较粗壮 前脚龙的前肢虽然短但是比较粗壮 前脚上一共有五个指质 但是这五个指质 但是这五个指质只有前三个就有指甲 这个指甲应该看上去像这种比较平的这样的一个结构 然后我们通过对其他脚龙来得知 它的手合并成一个这样一个整体 然后内部是一个空心的结构 然后它的外侧的两个手指 也就是第四指跟第五指 活着的时候可能不具有指甲 就像这样 然后走路也一般不会起到沉重的作用 然后此外就是它的后肢 后肢上具有四个指头 走路的时候四肢都会着地 但是这四个指头里内侧着这个 第一指由于它的根部离开地变高一些 因此走路不会负责主要的沉重工作 然后我们通过对脚龙类的后肢的足迹观察 我们发现脚龙类的后肢在这个 指头后方会有一个指定 因此它的腿在活着的时候 它的后肢的指头 类似这样一个动作 它的尾巴主要有两组肌肉 脊椎上方的这个肌肉 以及脊椎侧面的肌肉 通过横秃的位置 我们可以判断这两组肌肉的分布区域 它的横秃在这里 从脊椎上我们可以看到它横秃的方向大概在这里 在模型上表现的是这一条线 然后它的上方是一种比较小的肌肉 下方是一种比较大的肌肉 下方的肌肉一直延伸到脉壶上 也就是这个骨骼上 这一部分 下方一直延伸到脉壶上 然后上方的肌肉就是贴着神经级的两侧 大概在这里 然后在尾巴下方 通过对一些比如鸭嘴龙类的保存比较完好的尾部的软组织观察 我们知道一般恐龙在这个位置会有一个疑似 会有脂肪存在的这样一层脊肉 以上就是我们尖脚龙粘泥的复原过程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